吉安厢历年来在亲近家园与资源回收评比中 屡屡获得中央与地方的优胜肯定 为了更落实分类厨余及垃圾减量 吉安厢公所近日购置了34000组厨余桶 由18村长转送邻里长分送到各家户 希望更有效地提升居家品质以及家户的正洁卫生 厨余分类做得好垃圾减量才确保 吉安厢历历历为了鼓励民众落实厨余分类和垃圾减量工作 特别在代表会通过预算支持下 购置了34000个厨余桶 要分送给每一户家庭来使用 吉安厢要分发34000个厨余桶 33000多个家户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 希望我们捷径家园的第一名的吉安厢 能够带来垃圾的减量 未来在整个厨余的分类可以沥水 最保我们都能够完善 每一个家户的厨余 能够带给我们捷径家园以外 也让我们的垃圾 未来的处理会更顺畅 我们今天要透过18村的村长 567位的林长 走到家户来分送我们的厨余桶 我们在全国拿回来的资源回收的奖金 来作为厨余桶的发送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记得跟我们吉安一起做好资源回收 做好厨余分类 让我们捷径地球的干净 跟我们的生活的乐活 一起来加油 吉安厢七姐队也提醒 民众在进行厨余分类时 可以利用厨余桶内 沥水来沥干剩余的食物水分 不仅减轻清洁队员请到厨余的负担 也可以减少载运厨余到环保园区 回收利用的成本和时间 而这些厨余桶 已经委托18村村长和567位的林长 逐户发送给每一个家庭 如果没有领到的乡亲 可以和村长或者是村干事来联系 这旅会吉安厢报道